那我今天要分享這故事也是投稿的 我再次強調真的是投稿 不是我自身經驗的喔 不要在那邊說 那是錯別字那邊去嫖妓怎樣 沒有這件事 好 最近的鬼故事大家好 我是錯別字 那我這個故事就是投稿著小馬 他自己在十幾年前十五年前 他還是做 他說他是做廚師的 應該是二廚還是三廚 我不清楚 反正在廚房工作的時候 遇到的事情 那他就是說當時年輕嘛 沒有女朋友嘛 有了錢之後呢幹嘛 買雜貌 他興趣就是這樣 他也很坦白說 那我就 因為我是真的不知道 他就說 他們會機頭會有個Line 他有很多個機頭的Line 然後Line有一個 不是像是類似Facebook 會貼照片貼文的地方嗎 他每一次就去逛 有動態牆 對對對動態牆 對對對 唉唷 那他真的請對人了 然後這動態牆 然後他就去看有什麼小姐啊 幹嘛的啊 然後有的是大陸來的 有歐美 有日本 有泰國 什麼越南的 他就看喜歡的就去 就問機頭 他都跟機頭很熟 然後真的不錯 就約好了 就找時間 就去開雜貌這樣 可能就一兩個禮拜去一次 後來有一次 他遇到一個姊姊 他還跟我講說 遇到一個姊姊 年紀比他大一點 一看就知道 然後他的眼 他說他最印象深刻是 他的身材很好 可是他胸部是龍的 然後他的眼睛呢 是像狐狸這樣 很上的 單縫眼 然後下巴很尖 所以他就私底下就叫他這個狐狸姐姐 那對方是說他是泰國人 那他們的溝通就是用簡單的英文 那第一次去 其實真的去消費 找小姐不需要太多言語溝通啦 都是肢體語言比較多啦 對 他們就肢體語言的一翻之後呢 他對這姐姐印象蠻好 你覺得哇這技巧很好啊 姐姐帶著弟弟登大廊啊什麼 他有提到一件事 我那時候聽到當下 我覺得不可思議 他說這個姐姐結束之後呢 會像女朋友一樣抱著他 然後甚至還說什麼 你指甲太長了 幫他剪指甲 他說好小 怎麼去做這個東西 還要幫你剪指甲 服務真好啊 對 然後他就說 他姐姐還在那裡拿出這個 剪指甲的那個剪刀 他就說 因為姐姐以前是在泰國 是做美甲業的 然後他就真的給他試著剪 剪完之後 他也不會剪到肉 然後真的看他那個做法 過程手法也蠻專業的 剪完這次之後呢 他就覺得對這姐姐印象很深刻 就有點小暈船 那接下來一陣子之後呢 他也沒再挑別 就再找二姐姐 再找一次姐姐 狐狸姐姐回衝 專有名字 你懂嘛 好不好 我有做功課 回衝 回衝找這位姐姐 再回衝一次 那久而久之之後呢 他就說 這姐姐就是每次結束之後 會抱著他啊 然後甚至因為這樣的關係 他就把時間拉長一次兩小時 包兩截還是什麼 我不知道這概念 這手腕不錯 對對對對對 然後他就姐姐會幫他剪指甲 然後甚至會幫他弄剃頭髮 還有剃刀什麼 怎麼會這麼好的服務 這也太斜槓了吧 後來到他發現自己有點不對勁是 他好像真的暈船暈太兇了 他就算沒錢他也想去找姐姐吃宵夜 請他吃宵夜 或騎車送他回旅館 他不是住在那邊啊 那一棟大樓他不是住在那邊 對 那就這樣久而久之之後 他甚至會吃醋 因為姐姐會接別的客人 對 他甚至會跟他小吵架 嗯 然後就這樣周而復始 後來還有第二個問題出現 他說那陣子他身上有發出異味 糊臭味嗎 哈哈哈哈 就是糊裡姐姐嗎 就是酸酸的臭味 然後他們就覺得皮膚很癢 有點糜爛 他第一時間有嚇到說看不會染病了吧 也是有可能 對 他就趕快去檢查 然後去做什麼抽血 那也沒什麼艾滋 也沒有梅毒 然後醫生看一看就說 這是黴菌感染 就是身體黴菌感染很簡單 就是鹹啊 你插插藥就好 那他也覺得會不會是被姐姐傳染之類 反正就是這樣的關係 讓他就是過得不是很開心 過一陣子之後 這個姐姐就要回到他的泰國 因為他不是台灣人 他不能在這邊長居啊 他就旅遊簽證而已 類似這樣子 那後來就是因為這樣的關係 他就斷掉了 就沒有聯絡 他就比較恢復正常 他的皮膚病也就好了 可是過一陣子姐姐又回來時 主動就聯繫他 他就覺得有點 還是心癢癢 心癢癢 雞雞也癢癢 對 他就再跑去找那姐姐 他說這一次他姐姐已經換地方 他原本是在那個 可能某某棟台北市某一間大樓 他們都會換點 對會換點 那一半警察會抄 他換到另外一個地方是 商辦混合大樓 他說那時候去的時候 就覺得很怪是 他一開門的房間很暗 他之前第一次去的時候 房間都很暗 真的很暗 然後那個床呢 一開門進去右手邊是浴室 正前方就是床 可是他的床不是一張床 他是有點像我們這桌子一樣 他是整個墊高的 你要踩旁邊的櫃子才會到床上 然後床的底下這邊呢 都是放一些雜物櫃子這些 暗暗的你也看不清楚 他們就是洗完澡之後去那邊 就是肢體語言互動一下之後 結束 交流 結束之後他就在床上休息嘛 然後姊姊就去先沖澡幹嘛的 後來他就想說 也不想多待 所以就穿了襪子要走 因為時間也到了 但是穿襪子的時候 襪子掉到地上 他就去撿這個襪子 他在撿襪子的時候 他的頭低下去的時候 找不到他就拿手機 打開那個燈去照 他那時候看到一個景象 他嚇到 他是說 他看到很多這種塑膠瓶 然後有的是像玻璃瓶 裡面放著褐色的液體還是什麼 然後都裡面有一些 指甲跟頭髮的碎屑 一瓶一瓶的 很多瓶這樣 然後他裡面呢 有放符咒 那有的是泡爛 他不確定 因為他看的時間 沒有一瓶一瓶拿起來 他只是看到這個嚇到 這個景象 然後看了幾秒之後呢 他是被姊姊尖叫聲給嚇到 因為那姊姊已經出來了 那發現他看到了 對 他是尖叫 然後用指甲抓他 然後講了一堆泰語歇斯底底這樣 所以那個小馬是嚇到跑出那個房間的 衣服穿好 就是襪子鞋子抓著跑出這個房間 他後來就跟季頭講說 這個小姐怎麼感覺怪怪怎樣 然後那個季頭就說 不好意思啦 這個小姐是從什麼柬埔寨來的啦 然後第一次來台灣接客怎樣 不太熟悉 他說不對啊 你這講法跟他的姊姊講的 完全不一樣 所以他覺得季頭也搞不清楚狀況 他就不敢跟他聯絡 但是他有講到說 因為他們有這個 是微信來LINE 反正那姊姊有私訊他幾次照片 但那個照片比較像是 手機按到那個拍照的錄影功能 然後就是看到是 有幾張看得出來好像在廁所 然後有幾張是好像在一些 好像佛堂 因為他有掃到像象神的這個圖案 就拍照在那邊混亂 就感覺是神之不清的情況下 拍照傳出去的 然後他就把他封鎖 再也不敢聯絡 那這件事情過完之後 他心裡還是怕怕的 因為他就開始想會不會是可以下降頭 因為他不知道小姐會做這種事 他想會是下降頭嗎 好像越南還是什麼 泰國有這種事情嗎 然後他就去找了法師 那法師就開了護身符 保平安 那也有說你要是擔心 會叫他做一個替身 什麼什麼草人替身 但那個費用也是蠻高的 他就算了先拿護身符 後來護身符拿了之後呢 也沒事 然後他就覺得這件事算了 但是整個過程他覺得令他很害怕 不是因為撞鬼 而是他在看到那個床底下 那一幕 那個瓶瓶罐罐 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他就嚇到 他就投稿給我 他要來問這東西是什麼 剛好可以問是怎麼發生 對啊 很有可能是這樣子 就像我們剛剛講的嘛 從事八大行業 會去找師父 包含找我們 我的客群裡面有很多八大的小錢 他不外乎就是想要自己招財招人員 然後比較好的客人 看能不能當老典回充這樣子 對對對 各種的術法都有 那尤其東南亞那邊 他們就是流行骨啊 降頭啊 這些比較邪門的 比較陰的東西 所以他看到那些東西 一罐一罐的 有可能就是什麼什麼油之類的 都有可能 那取頭髮指甲這件事情呢 他其實是 就算在我們倒數裡面 他也是一種施法的媒介 因為往往他可能不見得知道 這個客人的真實的名字 或者是他的出生年月日啊 八字這麼比較私人的資料 可能不容易取得 但他可能就會用飲料給他喝 或者是說取得他的頭髮啦 指甲啦貼身物品 這些來當作施法的連結 這種事情是確實存在的 常常遇到的 那解除的方法 除了如果比較輕微的 可能開幾張服洗一洗啊 或者是護身一下就沒事 可是比較麻煩的是說 如果你的資料 或是你的這些材料 還在他的手上 你解一次他有可能會繼續訪 他還可以繼續 他那材料沒有什麼時效性的 就他可以繼續用啊 或者是說你怎麼知道 他有沒有殘留 有沒有剩 他如果 尤其如果他知道你的名字 生日的話 那根本就沒有什麼 重複使用的問題啊 可以一直用一直用啊 那材料的部分 你也不知道他到底留了多少 那解除就像一個洗胃的概念啊 我可以幫你 不管你種什麼 幫你清掉 技術上是可以 問題是如果他繼續放你 不會種 還是會種 你就再起一次胃 對啊那你就洗不完的胃 可是如果要徹底一點 就是剛剛提到說 可以做一個草人替身 藏魂法 把你的原神 暫時掩蓋起來 讓那些無形的 跟那些邪術 比較不容易打進來 就好像幫你建立一個 防毒輪 一條防火牆 一般的電腦病毒 就不容易再度入侵 不然你重灌嘛 但是你的毒沒有完全的解掉 你網路一擦上還是中 對 就是這個概念 就是這個概念 好 我是說明志 我是拉丁凱 我喜歡廣告裡面當我部胡說八道 那剛剛看到網多網民 那你就翻一翻看一看是不是鬼話影片 現在這本書 《符咒的力量》 在成品、伯克萊、金石棠、MOMO 跟我們家的快點購都有得買 在新的一年 選擇讀一本新書開始 我是錯別姿 我是拉丁凱 我喜歡鬼話影片 當我部胡說八道 我們下次見